一点点佛法 我跟各位讲 各位不见得听得懂 而且我也自己不见得我懂 因为呢 只是反正书这样写 我就这样念吧 那是因为我们都没有 正入空性 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在这个五浊二世最好的方便 那就是求生净土 知道世间苦 那我们可以享受暂时的安乐 有一点福报 那不要执着 要这个艳离心 但是呢 要羡慕西方极乐 心要心 我要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我就可以 证得圆满的空性 不退慈悲 参见诸佛 学习菩萨道 将来我就可以像观音菩萨一样 趁愿再来 在五浊二世不被污染 安住在空性 内观自在 内心里面观自在 然后就可以外现观音 普渡众生 所以这时候佛教 希望我们有这个方法 来修行 所以我们学佛 一切都是为了所有众生 不为自己 想到自己 那是个烦恼 痛苦 你就会不高兴 高兴 不高兴 你就会有种种的反应 想到众生 我们只有一条 慈悲 它越坏 我们越要慈悲 要这样想 所以 我早上在我房间看到一只小 那叫什么 壁虎 还睡觉 我房间哪有蚊子 这叫腰洗 那 当然各位要 回想 我觉得 哇 他好可怜 他就 但是也代表有缘 那 你看到的就跟他有缘 这一定是过去有缘的 只是他现在投胎在这个地方 那我也不可能拿饼干 他也不会吃 所以 那怎么办 他就会在那边饿到死 后来去 洗手间 去洗脸的时候 我已经看到地上有 有一个黑黑的点 我也想说 他一定是 后来一看 一只死满久的小昆虫 就像飞蛾一样 后来我想了 老半天 飞蛾 失身法 你既然往生了 然后呢 我就帮你念一念 超度一下 然后你就布施你的身体 给那只可怜的 小小的庇护 希望你们两位将来 同享 功德 来 同享八万 再借功德 同身净土 所以他们都很苦 只是说 我会借这个机会去观修 悲心 所以我会觉得 有一点难过 我想这只小小的飞蛾 在洗手间 往生两三天 然后那只刚出现了 那我们是看到两边的人 那各位你要跟他合为一体 这只飞蛾大概也是飞不出去了 然后在里面 就这样 那只四脚蛇 壁虎 未来的前途 不光明 但是 但是你把他丢出去 好像要找他 还不太容易 只要他这边跑来跑去 昨天我们在 我现在楼上 我们站勇士 天天做烟共 有几块 昨天还告诉我 叔我再去走一下 为什么 我的眼光群打开 一只鸟车给他看 我也给他看 我们不知道怎么 他居然可以跑到 那个地方 哇 这鸟车啊 腰屎啊 早上有才来 所以 当然我就想说 他既然爬得上来 那我就开始 布施给他 花生啊 饼干啊 结果 当然我都没看到他 早上布施 中午吃掉了 晚上布施 早上吃掉了 所以心情就觉得 哇 太好了 我跟战友是说 还是要做 烟共要做 你也要撒 小鸟会来 而且老鼠也会吃 但无论如何 当然就是要培养 这个有心无心 平等的悲心 但是花又讲回来 我刚才讲 对那只壁虎跟小灰 我们是有惭愧心 我们请人祈求佛菩萨 加持他们 往生者离苦 做个师生法 就像我们两个礼本 前几天去 人伯切的离虎园区 会长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次 园区盖好了 人伯切去那边 就刚好有一只蛇 已经死在那边 头还翘起来 然后人伯切就说 那只蛇在等我 老人伯切好像有一点感应 在等我 所以他就给他捏一捏 头就会掉下去了 但是居士说 师父把他埋掉 他说不能埋掉 这一只蛇 你给他移到树下 你就会看到他 慢慢很多蚂蚁会过来 然后蚂蚁就会把他埋起来 用土把他埋起来 蚂蚁就会慢慢的吃他 然后这一只蛇 我们帮他做尸身的功德 所以愿这只死掉的蛇 身体可以做这个布施 将来可以往生净土 也将来这些蚂蚁 就像吃到佛陀以前 做蛇一样的 这种身体的功德力 蚂蚁也可以解脱 这个是一个非常随顺 自然慈悲的方法 一般人就是说 把它埋起来 免得让它被钉 但是我们佛教徒 它也不会冲突随缘 随缘 所以这个动物 不要在路上给它 碾来碾去 但是它放在路边 草边 不要影响别人 它可以做布施的 你给它引导它 而不是说 当然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就像一只鱼 死在水里面漂流 它可能会被 其他的鱼吃掉 但是我们就观想提它布 但是这个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自然的一部分 人也好 昆虫也好 在生老病死 回归地水火风 让它产生一个功德 而不是说 我们一定要把它怎么样 但是这些就要透过 发菩提心 空性的修行 诸佛菩萨的加持 才可以把不好的习性 变成一种 慈悲的习气 有一些狗 你骂它 它还是跟你咬尾巴 有一些狗 你不要说骂它 你还没骂它 就哄哄哄 因为它们的习气不一样 所以有些是 一辈子都温柔的狗 一辈子都在叫的狗 那我们必须要培养 那种温柔 反正我看到你 先咬尾巴再说 所以表达善意 就算它被杀了 有些忠心的狗 主人在杀它 它也不怪主人 它也不知道 主人为什么要杀它 很痛 但是它还在对主人摇尾巴 真的有这种狗 所以我们只能让 希望自己也是如此 所以但是对过去的贪嗔痴 乃至现在的夜暴 烦恼习气 要决心要改 也祈求诸佛菩萨的加持 所以也希望大众的提醒 互相提醒 让大家都可以进步 所以修行有一点要记住 比如说我刚刚念到这个地方 我曾经看到 有人 就是说他的父母或师长生病 他就 故意装都不知道 这样就 当然各位 我们看到这种事 你有时候会 会抱怨 这也不对 就是说 对可怜的老人家 跟对造了这个恶业 这个心绪的年轻人 要同样的平等 比如说你三年前被一个人欺负 好 说到这 好 我冻不住 那你等于你那个恨都还在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像我认识一位 一位企业家 后来说他要出家 后来跟我们跑了几个月 他说 他发觉 哇 他以前是老板 现在进入佛教里面 笑人的 哇 今年跟他说我不对 他心里就很不舒服 他说 我如果没出家 我带来给你怎么 那意思我后来 他又讲了两三次 在我面前又讲了一次 我跟他说 某人你可能现在还不适合出家 因为你心中 还是有那种可怕的力量 意思是说 你跟他说他说我没办法 问题 心就是有这个想法 声闻是讲外表 菩萨是讲心态 你的心态是 你要办法 你已经犯戒 你已经把他杀了 那我们修菩萨道 不能如此 所以各位不能把别人的 对不起你的地方 一直放在心里面 会不会生病 对 那个脸就怪怪了 被老公欺负的脸 看得出来 被人家倒前的脸 也看得出来 因为你就一直放着 虽然你没有欺负别人 但是你耿耿于怀 这个就是你没有思维因果轮回空性的道理 这个是个因缘果报 你过去对待他的 但是你现在被对待 你很痛苦没有错 但是你要有惭愧心 因为那你要去思维无我的空性 不然你永远这个基因都在你的意识里面 所以在这一点我们不能说 因为我学佛了 我不会去伤害别人 但是我对别人过去对不起我 耿耿于怀 讲了说我咬牙切齿 那天有个女菩萨 不知道被法师大概念了几句 来跟我讲 叔父 我没有恨他 我就快跳起来了 我认识他那么久没看他这样 讲话就咬牙切齿 我没有 那我说那你怎么样 我退转了 我说你怎么可以退转 人家佛陀还没退 他可能法师有点劳累 可能讲话比较那个一点 有可能你也有错 但是那你这么在乎 虽然你没有要报复 但是你已经决心要退转 而且你讲给我听 那就是这种报复 你要我去骂那个法师 所以因为你在我面前很生气 让我看得很伤心 因为就像我看到那个小壁虎 也很伤心 他怎么办 因为我知道说你要退转 不来了 但是你这么伤心 对我来讲 我也会很难过 因为佛菩萨绝对不想要让你这么 希望你还是继续修行 我想各位这一点 主意就是说你在遮难 特别我们今天守报复灾戒 各位要用菩提心来守报复灾戒 不能用个人的解脱 虽然我讲的是 报复灾戒可以升天 报复灾戒相应于解脱 但是都不能用这个想法 把这个世间的福报 做皇帝有钱 把这个解脱回向给众生 那你自己还是要保持 一个菩提心来受戒 不然你就退转了 我们追求成佛人 不能追求人天福报 不能追求个人解脱 但是所以你的内心里面 一直要保持这样的心态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记住某人 或是有些人不是这一辈子 上辈子就被欺负了 所以这辈子会怕 这个叫天生的精神的自闭症 排他症 因为所以他就要用什么 催眠 西方人用催眠 把他过去式的记忆 把他化解一下 不然他就化解不了这个 我不会否定这个催眠 因为只要他动机正确 只要他可以帮助别人 所以在这一点 我只能说各位说 当我们忏悔以后 而且把这个责难消除了 我们现在念一下 百分之一百 从内心里面 归一三宝 要真心的这么做 不再用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超度是从内心完成的 超度 不是你 师父我已经念了几十遍地藏经 你怎么给他讲一遍超多 我说你念地藏经有福报 但是你内心没有用地藏菩萨的心 那你没有地藏菩萨的心 对方就不原谅你 当初你是因为 这个某一个贪嗔痴 把他给伤害了 杀了 那你现在你的心绪还在里面 虽然你想要消除这个病苦 但是你的内心 对方就是不原谅你这个心 所以有一个菩萨说 我如果要参加法会就生大病 是吧 生大病 法会完以后就好了 那我那天听杨老师讲 因为你的冤心在做 知道你要来参加法会 就赶快离开你身体 所以你就会像乌龟拔壳一样 而生不舒服 因为他不接受你 他不参加你的 等你去参加法会 他又进入你身体 他不接受 因为你心没办法感动他 所以你超度必须要用心 那我们就是因为 有这个真实的惭愧心 所以做不到 没关系 我念阿弥陀佛 我求观音菩萨加持我 让我真心的忏悔 也求观音菩萨 帮助这个受苦的众生 帮助我也帮助受苦的众生 但是你自己要有那个愿 就像往生极乐世界 并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去 但是我们自己信愿 我们有愿意 我们一定要 所以求佛来加持 那可以 但是你内心要有这个 决定 信要 我愿意 所以我愿意改变自己 但是佛你也加持我 我不会再跟人家对立 看不惯人家 我不跟你说话 耍这个个性 那不行 我们要把我们整个生命 把我们的心态 供养 供养 随顺 诸佛菩萨 就像我常讲 你要把心供养给阿弥陀佛 你要把心供养给观音菩萨 从今以后 不用自己的心来判断事情 以佛心为己心 这个是重点 佛心就是大悲心 空性 菩提心 以佛心 不能再讲世俗话 不能再讲世俗的话 过去怎么样 你现在归三宝了 不能用世俗的话 世俗的心态 你要真心的 学佛 学佛的心 学佛的行为 这样去改变你自己 让别人觉得 你真的是焕然一心 你供养一朵莲花 你变莲花 你供养一个水果 你变成最好吃的水果 你供养食物 你就变成最好吃的甘露 你供养水 你变成甘露水 你供养灯 你变成智慧之灯 所以我们供养是希望 由外在的供养 暂时由心供养 显现出来 那我们也得到这种心态 你撒香水给别人 你自己更快乐 是吧 今天你送一个漂亮的花 给别人 你自己比接受的很快 因为你看到对方拿到你的花 他很高兴 你的心就像花一样 那我们学佛人 要归清静 归慈悲 这是你要决心 不要用个性过生活 这个叫真心的归一 全然的奉献 所以我在印度认识 很多修女 我很佩服他们 我都讲过 他们天天跪在玛利亚面前 挺着腰 愿圣母的爱 上帝的爱 融入我的心 去爱这些可怜 却讨厌的人一样 他们不洗澡了 他们偷你东西 他骂你的 但是希望 他们每天要祈祷五次 挺着腰 让自己不退转的 去爱这些人 这一点让我们佩服 让我们佩服 虽然天主教的教义不就近 但是你没有天主教的这种修行 那你就要随喜他的功德 我们要佩服 虽然我们佛教讲 就近的空性 就近圆满的大悲 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他们这个样子 所以那这一点 各位要让自己真心的归一 过去你有归一 今天希望各位一百分归一好不好 过去你归一十分 比如说一个女人嫁给老公 我爱你嫁给你 自己想的 但是你不能对不起我 我给你战斗 我给你讲 你对不起我 我三更半夜把你夹掉 我带着你女儿 破坏你的家庭 跟你闹离婚 他是带着剑的爱 知道吗 所以因为你没有真心 所以各位我想佛陀教我们不要生气 你不要在佛堂骂人 因为佛陀在这边 就像爸爸妈妈在 不要在爸爸妈妈面前骂小孩 这个有没有道理 阿公阿嬷在 做媳妇的 做儿子的 不要在阿公阿嬷面前骂孙子 这样 因为让阿公阿嬷很难堪的 所以我这样讲 就是各位要了解 归一 真正的归一 用佛的想法 用佛的行为 用佛的语言 来做事 那你又得到圆满的戒体 得到圆满的菩提心的八观在戒 所以各位有这个决心 第一遍的时候 就是决心不再犯 忏悔 那你又得到诸佛福山 圆满的加持 恢复一百分的清净 第二遍归一 看到了你要把圆满的佛的身口意 看到这叫戒体 八观在戒的戒体 第三个圆满佛陀的身口意 不是阿罗汉 进入我的生命 从今以后待人处事 我用圆满的佛的身口意 在做事情 这个就是转化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要如此 所以第一遍是你决心的 不再犯的忏悔 而得到诸佛的净化 如果你只有百分之七十 在七十之内 你不要 我同意你 这个红线你不要踏过 不然我就要反抗 那你只有归一百分之七十 不圆满 这一点各位要 要全然的归命 我想各位看我们出家人 也在看这个心 一个师父 部分出家多久 你这一颗心 是不是清净慈悲 虽然我们 可能各位赚的钱 没各位多 生命经验没各位多 但是我也有一颗 这样的心要去学习 这时候会让我们赞叹 会给人家这种感受 特别在家菩萨 更是如此 因为我们有影响到 你的家人 你的社会层面 让人家觉得 你是一朵世间年花 将来归一 这个发言院有三个内容 在我们还没有 真的空性不退转 愿我们生生世世 不堕落 山土八难边地 更愿所有众生 不堕落 山土八难边地 台湾真有福报 台湾不是边地 台湾佛法兴盛 各种宗教和谐 所以你要怎么学 都没有障碍 非常好 但是各位 如果你到很多欧美先进国家 你要知道说 哎呀 真是边地 真是边地 因为慢慢 他连天主基督教的信仰 都慢慢离开了 人们每天就 穿得很性感 喝啤酒 甚至 就是享受一种 花草树木的生活 这样而已 安安定定了 但是他也没有一个 解脱生死的 佛法的观念 或是甚至连轮回的观念 都没有了 所以 那在这一点 大家有这个 我们过去世基的因 念一下 随喜自己 我们自己过去基的因 所以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 去学习佛法 所以不堕落山土八难 进一步 此此功德 摄取一切众生之恶 不是抱怨一切众生之恶 不是讨厌一切众生之恶 所以各位 你要做菩萨 别人的不好 都是我不好 万法都是为心所限 今天你的儿子不好 是你的心 你的业 而造成的 你要改变你儿子 最好的方法 就改变你自己 很简单的道理 夫妻相处不好 是你去要求对方 所以 那你改变的对方 会跟着你改变 所以 然后别人的不好 我们还要替他承担 替他忏悔 回向给他 原谅他 接受他 允许他 但是你内心就更精进 更慈悲就好 所以摄取一切众生之 自己所修功德 会失彼人 你这个人伤害我 怕 无论如何 侮辱我 我 都为你在修行 因为你的苦就是我的苦 而还要让对方成佛 不恨对方 所以希望大家 真的要修一个 无恨的爱 无恨的 主动的爱 鼓动的去跟对方打招呼 主不要去逃避对方 有缘碰面 你不理我 我也要回向给你 所以各位多练习 以后我们悲愿讲台 要成为快乐讲堂 好不好 快乐快乐 看到了 你好你好你好 吃饱了 然后呢就要开始 跟大家打招呼 最好学印尼 我们去印尼每一个都要 还有法国一样 我去餐厅 那这边坐六个人 突然有一个人来了 大家是朋友 每个都要站起来 然后每个都要抱一下 那六个呢 六个就六次 两次就十二次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忙了老半天 我在那边等吃饭 原来要等一个钟头 法国人是这样吃饭的 吃饭前一个钟头就是 你好我好 开始聊天 聊了一个钟头 然后慢慢吃又聊天 原来吃一顿饭两三个钟头 那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样 所以而且互相关心 那这也有好处 但至少我们不能酷酷的 好不好 不能冷酷 不能执着 所以要平等的光怀一切 所以而且祈愿 一定要想尽办法 要让对方成佛 要让对方发菩提心成佛 一时将来弥勒佛三会 龙华三会得度生老病死 乃至往生净土 亲近阿弥陀佛 正无生忍 那你就空性 不其心动念 能够安忍众生 能够安忍一切的变化 能够让内心寂静了解一切 进一步还路娑婆 倒架持行 像观音地上菩萨一样 教化所有友情 不是光人 也不是舍弃人 有些人对鱼很好 对动物很好 对人不好 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想各位要平等 平等 同等决案 最后大家都到正决彼岸 成无上道 最后大家都成佛 念一下发菩提心座 念这个座 关一下自己的心 然后所有众生 都像佛的心 圆满的月亮 进入我们的心 然后所有众生 也在这种圆满的心态 都完成菩提心 那这个叫一切菩萨成佛咒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时时刻刻 保持这个心 也不舍弃众生的 去回向他们保持这个心 那你最后一定成佛了 成佛不是一种抱怨 一种挑剔了 那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对 别人不圆满 这个我就骄傲 骄傲会看不起别人 因为佛教里面 所有动机 必须含着大悲心 大悲心 就像一个大人 看到小孩子 大人要蹲下来 跟小孩子 讲小孩子的语言吧 然后也体悟小孩子 走路顶顶倒倒 你要故意去照顾他 但是不会去怪他 所以 希望我们都会像佛的心 所以简单的来说 各位从今以后要用佛的心 叫菩提心 菩提心就包含了空性大悲心 然后去对待一切 去透过你的心 虽然我们现在不圆满 但是我们现在 我们至少用这种心态 来反射佛的力量到对方 对不对 就像他们上次在修仪轨 这就叫菩提心仪轨 就保持那种状态 然后就把佛的力量 去帮助给对方 布施给对方 对方感受到佛的加持 然后对方不可能不离苦 对方不可能不超度 而且世间也会满怨 满怨 所以我经常接到 有人告诉我 师父我儿子在开刀 请你加持 师父有个官司 请你加持 我都会说好 然后我就很认真就好了 因为随时保持 现在很认真 很认真 然后最后 他一定会好 甚至再给他回向 因为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希望诸佛菩萨 满他们的善愿 但是我们必须通过 我们来齐请 也来反射 来回向的意思 然后就是尽力 往往不可思议 但是我也接受 所有的不好 因为我们尽力 但是随缘 随缘 就像前天有个小孩子 在急救 他父母想办法 通过别人找到我 后来小孩子 还是死亡了 但是我每次回向 都是这样 如果这个小孩子 因为我看他样子 已经很糟糕了 小孩子 如果能够好起来 就健健康康 跑来跑去 如果不行的话 也希望佛菩萨 射受他 让他业障消除 赶快去 极乐世界 很庄严 愿生天 也可以 也能 所以我也跟他父母说 我会这样回向 爸爸可以接受 我妈妈就写说 他受不了 我说 当然咯 但是如果你知道 他将来有机会 升天 那你会更快乐 所以我想 两面我们都接受 佛像的空性是 我可以接受他这样 我也可以接受他这样 因为这样 比较平静 所以就会比较有力量 往往都不可思议 但是不要一个固定说 我一定要怎么样 你一定要怎么样 就算你对 你的儿子在打电动玩具 我一定他不能打 他不能打 那你太执着了 他打电动玩具 终于躺在医院好 但是你如果 一定他不能打电动玩具 打电动玩具 搞不好他将来也很厉害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心态 将来做生意不得了 但是你还是 尽量朝这个方向 而不是说一个执着 告诉对方 你要一定要如此 我们还是接受 最后他终于会好 但是最后是什么时候 无限期 所以佛菩萨不急 如果佛菩萨急 佛菩萨早就高血 要各个中风 对不对